比原本毒性高9倍的新传染性变异毒株M1 UK迅速蔓延 日本近日传出大规模食人菌疫情 就连游客也拉警报 日本食人菌的疫情创下了25年来的新高 多种病毒的混合攻击也将引发另一场健康危机 成为第二波全球新病毒大流行 日本爆发了感染性疾病食人菌大流行 感染之后48个小时之内就会夺命 致死率高达50% 而当地近期的病例累计已经破了千宗 创下历史记录 甲型链球菌引起的食人菌感染症 其潜伏期一般为2-8天 早期症状常被误认为是普通感冒 包括发热、腹泻、头痛、喉咙痛和肌肉疼痛 然而一旦病菌侵入血液或肌肉等组织 会引发低血压等败血症症状 导致患者出现呼吸急促 心跳加快、典型休克 以及肾功能衰竭等多器官衰竭现象 食人菌的主要传播途径 是通过飞沫、鼻腔和接触伤口传播 这种疾病多见于30岁以上的成年人 尤其是近期接受过手术、感染水痘等皮肤有伤口的患者 以及患有糖尿病或酒精依赖症的人群 需要特别注意防范措施 医疗专家强烈建议 病情会在发病后48小时内迅速恶化 因此,如果发现有类似症状或伤口出现紫斑、浴黑等异常情况 应立即寻求医疗帮助 在过去几个月中 全球多地新病毒病例激增 新冠疫情后的防控措施放松 导致各国防疫意识减弱 加上比原本毒性高9倍的新传染性变异毒株M1UK 已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迅速蔓延 这种菌株产生大量毒素、感染力极强 是导致病例增加的主要关键原因 三年前的新冠疫情揭示了现代人类文明 在面对未知病毒时的极度脆弱 这场全球危机不仅重创了健康和经济 还彻底颠覆了人们的社交方式 而新一波的病毒就像是一面镜子 造出了我们防疫体系的漏洞和自满 在这大环境变迁的背景下 我们需要深刻反思并保持高度警觉 人类是否真的从中吸取了教训 还是依旧抱着侥幸的心态 妄自尊大的认为 自己不会成为病毒的下一个猎物 尽管新冠疫情带来了巨大冲击 人类似乎并未从中反省 各种生态破坏 全球化流动和城市化人口迁徙 都加剧了病毒传播的风险 我认为如果不加以遏制 这些因素将引发更频繁且严重的疫情 新的病毒可能会效仿新冠病毒 从日本开始扩散到东南亚 最终波及全球各国 我曾在年初特别提醒 大家要注意东南方和西方 尽管日本的病毒并不是从这两个区域爆发 但接下来 由于这两个区域的病灾能量比较强 所以我们必须特别留意 今年一月的大会上 我也提醒过大家会有多种病毒的混合攻击 这将引发另一场健康危机 成为第二波全球新病毒大流行 这种混合攻击尤其危险 因为多种病毒共同传播 可能导致病毒变异和交叉感染 医疗系统将面临极大的压力 尤其是在疫苗接种率较低 或医疗条件较差的地区 随着新的毒株不断出现 新的疫苗研发不可避免 然而在这过程中 是否会有新病毒从某些国家或实验室 被故意制造或无意泄露 成为生物武器 这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谜团 更令人担忧的是 新科技的迅速普及 及其尚未完全成熟 可能对人类健康产生 深远而未知的负面影响 甚至成为引发新病毒危机的帮凶 这不得不让我们开始质疑 在科技迅猛发展的背后 是否隐藏着更加复杂且难以掌控的威胁 新的毒株不断进化 似乎与人类的防控赛跑 仿佛在嘲笑我们的脆弱和无力 科技进步本因为人类带来福祉 但若不谨慎 它亦可能成为我们最大的隐患 尽管疫苗是救命的解药 但不能否认在接种疫苗后 确实有部分人出现了并发症 甚至英国制药公司阿斯利康也承认 其新冠疫苗可能引发罕见但致命的血栓 还有很多未被主流媒体广泛报道的案例 如老年并年轻化 疫苗又发癌症 心血管疾病等 甚至在你的身边 也许有家人朋友 因接种疫苗而遭受病症困扰 这不由地引发了更深的恐惧和疑问 这些副作用究竟是意外 还是背后隐藏着更为复杂和阴暗的动机 是否有制药公司通过散布病毒 来推动疫苗和药物销售 从而获得巨额利润 又或者 我们每个人只是棋盘上的棋子 被迫加入了精英们主导的人口大重整计划 谜团或许永远都不得而知 然而 我相信 每个人对这些谜团都有不同的声音 你可以在评论区 分享你的亲身经历和独特见解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 新冠病毒和疫苗后遗症的谜团与阴谋 也欢迎你在评论区打上加一 我们每个人都应深刻反思 甚至质疑现有的防疫措施 疫苗的安全性 以及背后的利益关系 或许 正是这些质疑和反思 能让我们在未来的健康危机中 找到生存的关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